另外再带您看到为了要解决公正街的蛇纹石扑面 天与露滑的问题 花莲施工所是采取止滑涂料的改善方式 日前是将地砖表面磨除了之后 从18日开始则施作涂料 以蓝、绿等五种的色彩来增添道路的美观 不但是配合花莲县今年办理全中运 将公正街规划为赛道的一项 更缔造打卡景点进而改善路面品质 18后下午花莲市长薇嘉贤协同主任秘书欧美华 以及建设客长徐国成 前往了公正街与中山路口 视察正在施作的铺面改善工程 这项工程为期六天 在2月16、17一连两天将铺面磨除后 从18后开始 则以斑斑施工的方式在公正街进行涂料施作 预计还有三个工作天就可以完成 那在公正街过去花莲施工所也用尽了很多的方法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其实地板的一个防滑系数都一直无法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那这次我们尝试着用一个涂面漆料的部分来把它做整体的改善 也配合今年花莲县来举办全中运的一个赛事 把它变成一个赛道 彩虹的赛道 让每一个来到花莲的选手们都可以看到这条赛道 那也变成花莲也很重要的一个打卡景点 那经过改善之后预计我们的防滑系数 会从原本基本上要有标准的45以上 可以提升到70的一个防滑系数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这条道路也能够是安全的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汽车跟机车行进这里的时候 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那行人的部分绝对是可以达到安全上面的一个标准 公正街因为有人气包子店以及不少名产店 加上复兴市场就在周边 是花莲市观光景点之一 为了考量当地的观光性质 加上花莲县今年办理的全中运赛事 花莲市公所特别将公正街以蓝、绿、黄、橙、红等五种颜色 来增加道路的美观之外 也成为田径场的赛道意向 希望借此来缔造全新的打卡景点 进而改善路面品质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道